我覺得現在疫情的影響似乎慢慢出現 再加上疫情的嚴重性暫時未能做結論性的說法 似乎有很多混亂和不一致的信息 加上中國大陸的資訊很多時經過過濾 又有很多政治的考慮 所以造成知識資訊不清楚引致很多誤解和一些預測不到的反應 我覺得這是很關鍵 不過我想先講香港的情況 林鄭月娥據報就向中央寫了一份疫情報告來解釋 特區政府處理疫情過程的做法和所面對的困難 這份報告什麼時候交上去也沒有人知道 不過據報道的說法就是這個月中交上去 即是他們現在都有個禮拜時間 問題是特區政府向北京交報告 特別是一個這麼重大的涉及全國的事件 本身是不出奇的 也都可能站在要跟其他地方協作這個角度考慮 似乎都無可避免 不過奇怪在這份報告就很充分反映到 現在香港的政治局面真的很混亂 林鄭月娥在報告裏面那些說法如果是熟實的話 事實上也都是一個很嚴重的政治炸彈 現在我們沒有辦法清楚證明這個報告是否熟實 第二也都不清楚這個報告的具體說法是怎樣 因為現在都是轉述 也都是沒有一個份文件的傳聞 我們沒有看過的 不過因為看回特區政府的反應 在傳媒也有議員去查詢特首辦的時候 特首辦就不致可否拒絕回答 甚至有官員答議員的時候只是說嚴重了些 變了拖了幾天都是這樣反應的話 令人更加有理由相信這份報道所說的東西可能屬實 即是說特區政府都沒想到怎樣回答 今早林鄭月娥似乎又沒有特別講到這件事 今早我們預計她會見行政會開會前 會見記者會講這件事 但又似乎沒有 可能都是有意迴避了問題 現在更加令人有理由相信 報道所說的報告確實是存在的 而講的指控也是屬實的 如果這樣的話就很嚴重了 因為林鄭月娥不但沒有去檢討 特區政府在過程裏面的一些處理不當 和民意出現落差 為什麼引致醫護罷工 口罩不夠 那些人會搶廁紙搶米這些問題 他將所有問題歸咎於人 包括醫護罷工全部都是反對派 有些人借這個機會 以反送中時的邏輯攻擊政府 連建制派都不與政府暫同一陣線 甚至以選舉為考慮攻擊政府 甚至對特首作出人真攻擊 用我的說法就是 亦都說行政會議成員都是表現差强人意 我覺得這些說法一旦曝光的話 就會令到特區政府和林鄭月娥本人 和建制派之間那種矛盾真是曝光的 大家都知道經過去年的事 建制派被林鄭月娥的政府累得很慘 當然我又覺得不只是累 建制派自己拿來的 誰叫你默默支持的政府 但是真是雞無合血 11月底區議會選舉慘敗 接下來的立法會亦都相當難搞 雖然關係肯定是緊張的 但是起碼表面上都盡量做到較為一致 就算批評政府也好 對抗疫有要求也好 表現上也客氣 但是現在林鄭月娥主動挖爛臉 就告訴人我跟他不是很對的 他們是惡意人身攻擊特首這句話都說了 我覺得肯定會令建制派很大反應 已經有議員不肯開名的議員 接受報紙訪問時說他沒得救 其中一個行政會議成員 葉劉淑儀更加清楚 覺得根本批評沒問題 所以我覺得件事本身反映著 特區政府已經完全無法駕馭這個局面 值得我們留意的就是 因為報告書如果2月中交上去北京 為何在不夠兩個星期就會曝光 很明顯能夠接觸到報告書的人應該不多 可能只是特首辦幾個人 再加上可能他最近身的一些高級官員 但似乎都不會有哪個高級官員 會特別清楚他講甚麼 因為大家知道理論上他左右手的政務司長 和林鄭月娥都不是那麼密切 所以可能特首辦幾個人 可能經中聯盟交上去 可能不知道的人未必很多 那哪些人爆料呢 還要向蘋果爆料 向蘋果爆料肯定是後用的 大家都猜到的了 你向東方爆 向星島爆 可能他們都留一手 但向蘋果爆肯定是出街了 所以誰爆料呢 我覺得都很重要 我覺得暫時未知 但從件事發生的特點和邏輯去看 可以說在林鄭月娥身邊的一些人 事實上可能都想他死 都希望透過這個報告書的曝光 對他造成打擊 這個是個別人士行為 或者組織性行為都很重要 如果你熟悉中共權力鬥爭的方法 可能真的有個別不滿意林鄭月娥的人 希望曝光暴露她的真面目 令她尷尬甚至逼她攻 這是一個可能性 但都不排除可能性 就是說北京當局 或者北京當局某個系統的人 他們在換完這個廣告辦 換完中聯辦再換完廣告辦之後 可能確實是開始部署 在整個大氛圍上面 要部署撤換這個特首 如果這樣的話 如果我們的估計沒錯 這個報告書能夠接觸的人 都是局限於特首辦 和中聯辦 或者廣告辦部份的官員 這個可能性真的不可以排除 所以我覺得好戲在後頭 我覺得值得大家再留意下去 第二 聯繫到我們現在不清楚知道 報告書什麼時候交上去 或者說駱惠寧什麼時候看到 我們不知道 但是這麼巧有一些調子 你發覺駱惠寧的說法 跟報告書所說的很相似 那些醫護是一些少數 就是反送中條例的抗爭分子 而駱惠寧在早幾天 他見那些香港政界高層代表的時候 他就說 包括唐英年在內 他就說那些醫護是另一種疫症 搞罷工就是 是 對醫護的譴責很露骨很清楚 大家如果熟悉香港的環境都知道 在現在的環境 醫護那種對政府的不滿情緒很清楚 就算未有這件事之前 醫護對於警方的暴力行為 對於政府在反送中條例所做的一切 其實醫護界都很容易出聲 再加上醫護是比較難去處理的 因為對於社工可以放個局長出來 就說你們八小時之後 不是社工沒有特權 可以這樣說 對於大律師他可以不理 可以不理大律師工會 不見他們 鄧鄭月娥 對於其他的教育界 他甚至以這個未經調查 就已經先停職 搞白色恐怖來恐嚇你們 你們不要嫁壞小孩 但對於醫護是很大件事 因為醫護佔了香港市民的服務量 特別是在住院佔了九成多 所以醫護是不得罪得的 如果真的令到醫護的情緒太大反彈 其實後果可大可小 但是現在林鄭月娥報告書這樣寫 駱惠寧又這樣說 我覺得真的將整個政府 以至親中建制陣營 就跟醫護界擺明就對著幹 我覺得這也是自己找自己笨 可以這樣說 會令到政府以後有什麼事很難處理 所以我覺得整件事還未完 要看忽然報告書那件事政府怎麼解話 要看下一步建制派會怎麼反應 要看是否真的好像其中一個 像我講的可能性 真的有一些部署換人的可能性 我覺得就算不是刻意想營造氣氛去換特首也好 經過這件事之後 撤換林鄭月娥的需要就更加明確了 因為她自己是暴露自己的問題 原來她在香港她連一些奉了喊爺之命 要支持她那班人 她都沒有辦法有效跟我們合作一起做事 甚至要打消報告去將他們軍 如果是這樣的 如果是這樣的 未來兩年四個月 特區可以怎樣管治下去 如果是靠林鄭月娥的話 所以我覺得不論是有意製造氛圍 或者是無意的 即是有個別人士 我可以基於各種理由將報告書曝光得好 這件事曝光之後 如果報告書當然是屬實 有曾林鄭月娥寫的話 我覺得後果都是說 撤換林鄭月娥似乎都更加無可避免 因為我們很難想像香港未來兩年四個月 不是兩個月不是四個月 是兩年四個月 在她的領導底下可以怎樣運作下去 現在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 你先不要說和社會復和 這是這麼遙遠的事 起碼解決了當前的問題 我覺得似乎她都已經失去了 領導社會的政治能量和公信力了已經 如果連建制派都拒絕和她合作 令建制派和她之間的關係更加對立的話 更加所謂面和心不和的話 中央在推展在香港的管治上的做法 亦都可能會遇到很大的阻力都不頂 我相信會加快了北京當局 對於林鄭去留的考慮這很重要 對於駱惠寧暫時很難說 也很難這麼快判斷她作風 會和上任有什麼特別明顯的分別 當然我經常都說這些中央派處地方 特別派處特區官員 在處理特區事務上不會有個人議程 一定緊跟中央 不過在操作上可能會有些人親毛力強些 有些好像曉明哥那樣黑人爭一些 很難說 駱惠寧最大的特點是她和香港事務過去沒有什麼淵源 她對香港事務未必好像張曉明這樣較為掌握 這是第一點 所以她來到香港之後基本上都幾低調初期 都是見下一些內圈的人物 可能有些查序 可能也要找些時間等一些內部官員去 向她簡介一下各個方面的情況 開始認識一些重要的人物 我想她現階段都是做這些事 所以她初期擺出來的姿勢也不是好像張曉明初初那麽高 她開始的時候她不講止步濟亂 後來在內部講過一次 最近一次講話較為強硬些 說醫護是另一種病毒 這個說法會否受到林鄭月娥報告書影響 你都不知道 但是她的說法也看到 她現在無論她怎做都好 她都一定是緊跟中央 所以中央怎樣研判香港局勢很重要 如果在香港研判暫時不可以換特首 都要讓林鄭月娥做下去 可能她作為交車師傅的角色很快就要提升 因為林鄭月娥根本無能力領導香港 變成中聯辦的角色會更吃重 這個很明顯見到會是這樣 但如果你說中央有個任務給她 就是開始部署要切換特首或者切換班子的問題 就看下她們切換的目的是為了什麽 如果只是說切換目的就是想更加聽話 更加能夠不像林鄭那樣的戰力包袱 這樣的話也是貫徹一向的做法 中聯辦仍然會反映一個比較重要的角色 但如果你說她切換目的就是想令到香港局勢換磨一些 中央政府在香港人心目中的形象是調整得正面一點點 我覺得處理方法又不同 現階段我們可以說未摸得通駱惠寧的底 而且只看內衛寧也未必很全面 因為現在內衛寧已經做了這個廣告辦的副主任 現在很明顯廣告辦和中聯辦進一步整合 就成為了更加一致的一個體系 而這個體系可能也不會好像以前張曉明年代 中聯辦廣告辦自己成為一條線 變成一個獨立王國 現在似乎因為中聯辦主任、廣告辦主任 都是習近平共事過的 甚至有人說他親信 變成可能廣告辦系統背後的大腦 就更加貼近北京中央 更加貼近習近平 這樣的話處理方位很不同 但我們現在看到中聯辦和廣告辦 確實有進一步整合的趨勢 所以我想要研判駱惠寧有什麼角色 有什麼任務 他會以什麼姿態來處理香港事務 還要看多一會兒 要看現在那位新的廣告辦主任 遲一些會不會有某些姿態上的宣示 暫時他是沒有做過什麼的 也沒有表達過什麼信息出來 所以我猜他們兩個都是對香港事務比較陌生 可能都是在現階段 是在初步做導向的階段 進一步會怎樣呢 我們才能夠研判他們的做法